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尽量协助中小企度过目前的过渡期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10月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 他和一众司局长早早来到大埔官立小学 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咨询会历时大约两个小时 围绕聘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添幸福两个主题 有大约120名来自不同背景的市民出席 部分人亦都是区议员或者关外队成员 有中小企和证券业界人士 就现时经济和业界情况向李家超吐苦水 前所未见的情况就是说很多的证券商 在过去的几年商位数字这样去倒闭 我知道特首和很多的司局长都过去 经常都去很多的地方包括中东 包括东南亚去引入 希望多些的财献资源来香港 盘回香港的经济 我相信这方面我是见到大家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真的我们在业界感受到 是没感受到真的那个实质的情况是怎么样 问题是政府它出力 但是银行其实是不支持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息口已经很高 但是银行还要收紧贷款的政策 甚至乎call loan 你想发展 但是你又守着大本营 在这里它根本帮不到你 甚至会令到你寸步懒行 李家超就说对经济前景有信心 也都会协助中小企度过转型期 我们再怎么评估下一年 我们看其实下一年应该比今年可能更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有投资 软健的都说 谁赌香港长期输的呢 他是先输的 那这些我们都看到香港长期来说是好的 在这个过渡期 我们尽量对于某几个环节 它在适应的期间 变化的期间 转型的期间 的确有挑战 所以特别是中小企 我们会尽量去听它的声音 帮助它 但是我们有信心 过到这个转型期 我们希望在所有政策 听完大家之后 在八大中心以及国家 给很多政策支持我们 是正面的 也有市民关注 政府如何协助他们的人生大事 出生率的 知道是一个结构性的下降 也背后成因很多 年轻人都生育意愿也不大 本人作为适分的一个女性 其实都面对同样的挣扎 但是希望政府 可不可以在几点作出关注 第一个是提高公养子女的免税额 可不可以仿效内地 有三岁以下小朋友的家长 他们每年享有十天的一个育儿假 现在位于房处的幼稚园单位 都是面临一些结业的情况 可不可以开放给一些NGO 从事一些托管的服务 令到现在的年轻人 不需要求助四大长老 不需要随便一方 要放弃自己的工作 留在家里照顾子女 调整公屋居屋的分配 第二可能是容许我们 起码我们有自己的家 就是公屋 重启购买的计划 资助我们的年轻人 可能有一个上流机会的时候 可能去买私人房屋的时候 可能有点资金的支援 新知识形经济的发展之下 我希望DSE可以立入 如何好好运用AI 来学习的这个课程 始终青年是我们的未来 你们所看的一些角度 我们必然是要听 看看哪些是我们可以认真去处理它 李家超又说他和团队会认真研究市民的建议 团结社会各界 为香港聘经济谋发展 香港电台记者 在黄斌南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地区 这支询会 除了经济和发展议题 有市民关注政府 如何将文化和旅游结合 现在政府在推荐这个无处不旅游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香港是否有一些特色的吉祥物 好像四川为例 它会主打红猫的 香港是否都可以有类似的吉祥物 进入我们的旅游主打 去吸引中外的旅客 我们长期都发现北区好大埔好 元朗好是未有酒店设施的 旅游方面也有限制 其实每年很多乡亲 回香港每条村有打字活动 都是下不了区域的生活 不计市中酒店 其实是需要这些设施的 文化体育和我们旅游 刚才听到 都是温民一体 是很重视的 当然近期我们有好消息 我们又有大红猫龙凤胎 我们又有两个新的大红猫 将会是中央送赠 这些怎样去共义一路呢 将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旅游 甚至产业化它是很重要的 而在小组讨论环节中 青年和文创产业等议题 亦是另一个焦点 香港最为人广资的IP 已经是1995年出生的物兜 香港在文创方面的发展 都相对缓慢 就着我们香港 也有很多很出色的文化艺术家 香港政府会否考虑 向其他地方借鉴一下 去创造另一只物兜 可否像现在青年宿舍这种模式的概念 去延伸至可能一些文创的支持 譬如有一个官方背景的青年文创基地 可以枯发一些香港有竞争力的创业设计师 以及有一批的创业企业 然后更加可以联成更多内地一些文创的空间 文创的基地 可以诞生出更加不同的火花 让香港青年人看到 其实整个文创产业 文创行业的发展 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有很大的蓝套 我们有一个文创办公室成立了 那这个呢 我会认为文创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事业 不是说政府一个自己做就可以的 我们是会有带头作用 有政策 有资源 有推动 设立平台 但是呢 最重要呢 就真的是文创里面每一位分子 每一位精英 将他们的一些想法去实现出来 是要百花齐放的 我是希望建立一个百花齐放的环境 让大家去创意 去创新 因为呢 是你们最明白 每一个地区里面 有什么的得点吸引力的 李家超又说 他感到很鼓舞的 是每个人都能够 在自己的领域发挥力量 第二场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会在下星期日举行 香港电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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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是什么 的 不可能 对 是 我相信 是 在你 我相信 这是 不是 我相信 你 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洋公园大红猫盈盈》成功怀孕生子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鸿透露 最初照超声波时 未发现盈盈怀的是龙凤胎 杨润鸿又说暂时未收到消息 要将一对大红猫胎胎送回四川监护照顾 强调已经有最好的专家在本港后命 大红猫盈盈盈在上个星期四凌晨 但下一对龙凤胎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鸿透露 他也是在盈盈三BB之前两三天才知道消息 而且一开始并不知道是伤气临门 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他是龙凤胎 很老实 所以出来的时候可能立刻又要做预案 就立刻去照顾上面 我们首先是拿了一只出来做照顾 接着发觉第二只都适宜拿出来做照顾 所以两只现在都是有些专家直接去照顾 海洋公园发布了最新的片段 一对初生大红猫在这部温箱皮铺里面蠕动 未见身影但叫声哼亮 海洋公园说初生大红猫仍然势小 未能够自行调节体温 要用皮铺保暖 至于他们在应有阶段 会不会先送去四川照顾 杨润雄就说要听专家意见 始终红猫BB本身都是比较脆弱 但是在照顾团队里面 我们真的已经有最好的专家在这里 至于送上去 如果你看这么小只 说要送上去 真的要到时听专家的考虑 觉得怎样做是最好的 连接之后由中央 再送给香港的一对大红猫导说 到时本港就会有六只大红猫 海洋公园方面 是否要考虑兴建新管容纳呢 红猫BB大约去到两岁 松这儿就要和妈妈分开了 因为红猫本身都是有些地域性的动物 会看着自己的地盘 到这么大其实就很难放在一起 所以长远来说 六只红猫 我们都需要有六个的馆 去独立放在他们 所以在建设上是要考虑的 我们有些时间的 看看海洋公园里面的设施是怎样的 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过 中央送给香港的一对大红猫 是五岁至八岁 杨润雄近日去过四川 出席有关合作协议书签署议 他被问到最终来香港的大红猫是哪两只 和他们本身可能已经有名的情况下 来到香港之后会不会再重新改名呢 听说他们是听惯四川话的 所以我想来到都要有些改变 我想这些学的就不难的 改名那样东西我们都是从这个方向想着的 但是什么时候做 怎样做法 我们可能等它下来我们才做 还有你还有现在有两只新的小熊猫 那我们等所有东西安定下来 我们一次过去搞 香港电台记者廖盈说报道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特区政府近年策略性投放资源 积极推动创科发展 加强人才培育 全方位加速推动创科生态圈 更宏勃发展 他说创科产业 加速发展有利于为本港增添经济动能 也配合以高质量发展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方向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出席香港科学院 夏季人才胜汇闭幕礼 和参与科学院实习计划的本地 和海外大学生交流 活动会最超过350名学生 是历里最多 不少是来自全球排名头50的顶先学府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s a priority policy area of this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free, open and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a burgeoning circle of start-ups and vibrant financial ecosystem plus, most importantly a deep pool of global and local talents Hong Kong has built a flourishing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ecosystem with boundless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ors 陈茂波又说 特区政府近年策略性投放资源 积极推动创科发展 加强人才培育 支持筹办更多不同类型创科主题活动 全方位加速推动创科生态圈 更加蓬勃发展 香港电台记者廖盈雪报道 泰王花杂拉龙公正式批准 贝东丹出任总理 贝东丹接受任命之后说 会竭尽所能履行总理职务 令到泰国成为机遇之国 贝东丹的爸爸刚刚获得赦免 提前获释的前总理他讯 今天也有露面 贝东丹早早和父亲 刚刚获得赦免 提早结束刑期的前总理他讯 去到曼谷的卫泰党总部 准备接受任命 举行仪式的会场正中央 放有泰王花杂拉龙公的画像 国会下议院的代表 带来国王预令 宣读的国王预令内容 是泰王花杂拉龙公正式批准贝东丹 出任泰国第31任总理 贝东丹先面向画像屈室行礼 再在画像前跪拜 贝东丹说会竭尽所能履行总理职务 令到泰国成为机遇之国 仪式结束 他向在场人士 包括被宪法法院设职的前总理赛塔 行合十礼 香港电台记者赖以宁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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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